小姐 醒了 天哪 没事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发生什么了 才昨天的事你就忘了 怎么男人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这是茶 这是咖啡 我也不知道你要喝什么 选一个吧 宋不响 是 一个人都很害怕 是吗 是 一个人都很害怕 是吗 是 是 我是 赵总 箱子给我吧 谢谢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赵总 咱快出发吧 好 赵总 到了香港以后呢 办事处的小美会来接机 然后就直接去见蒋先生 一直都是阿美接机 有必要啰嗦一遍吗 露西 最近宁夏在干什么 你跟她有联系吗 宁夏 您不是都把她开除了吗 你还找她干嘛呀 谁把她开除了 是她自己不辞而别 你怎么说话的 我是你的老板 想不想干 好 那你把我也开除了吧 反正像你这么尖酸刻薄的老板 我也受够了 宁夏她招你惹你了 您至不至于对她这么赶尽杀绝的 你知道她现在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 你一点后路都不给她留 她找不到工作 她就没有经济来源 她交不起房租被房东扫地出门 她找点露宿街头了 你知道吗 露宿街头 她现在住哪里 我哪知道 就你这么欺负一个女人 你就不是个男人 闭嘴 她现在在哪里 我要马上见到她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她离开麦尾 在你的言微之下生活得惨壮 行 反正现在离飞机起飞还有一段时间 李师傅 咱前面路口右转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旅游项目 您可以看一下 先生 来看看我们这个港澳台 桃姐 来 来 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正好 你看一下 日韩海外线路 吐雪架 来 来 您看一下吧 来 您看一下 我们这有很多 阿姨 你看一下吧 正好暑假了 你看一下吧 那我看一下 您好 看看这边 还以为您有多大能耐 辞职以后就发传单 我发传单怎么了 挨着你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为什么要求您辞职了 这跟辞职一点关系都没 难道你对我没有一点感情吗 放手 不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那你为什么救我 我不小心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说 你说呀 你干嘛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一魂不散哪 我告诉你 别让我再见到你 我见一次打一次 这是我和宁夏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你们都放手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小夏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赵总来的 赵总 咱快走吧 还得赶飞机呢 快走吧 走吧 滚 别让我再见到你啊 看什么看 走 咱们别发了 天那么热 回去吧 小夏 看一下吧 回去吧 小姐 你看一下吧 你看 你看 我们这个旅游项目特别好 您好 您好 你看一下 你看我们 来来来 看一下啊 那个旅游线路啊 来 先生 看一下 特别有优惠啊 来 姐 来看一下 先生 这份工作是你介绍的 我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吧 什么破工作 这么大热天的 还不中暑了 手 好像不行 不中暑了 先房子 我们要排除了 来 请ям 请高槽 请便赶紧 欢迎来 收拾 来 高槽 公安 是否认进 海拔 宁新 这么巧 公司派我出差去香港 你 是吗 我三点的航班 这么想 我们坐同一班飞机 那方便的话帮我取登记牌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您好 您好 换登记牌 好的 好的 我的 小层 您 frES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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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您的登机盘 谢谢 这是 这是你的 谢谢 走吧 好 走 你好 先生 先生 你看一下这个吧 你好 台湾油 看一下 价格特别合适 你好 你喝什么 这 看什么呢 没什么 发展够快的 都一起去香港 我清楚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你的家境好 我理解 毕竟我宁心 有着那样的过去 他们一定都认为 宁心他一定是受了刺激 所以一定要找个有钱的人 但是丹桥 他们并不知道 我们在这些年的聊天当中 已经产生了美好的感情 我觉得 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人 你和我都尚进 都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 丹桥 我相信 我们是可以携手 攻堵一生的人 当然 我今天说这些 不希望带给你什么压力 我只是希望你了解真实的宁心 丹桥 我真心希望 你早日忘掉 那个虚幻的红角党 接受我这个真实的影心 我回来了 你怎么啦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给你带来你最爱吃的照烧鸡 吃点吧 你怎么想要 工作没找到 别着急 慢慢找呗 大不了 就去我那儿 给我当老板娘 好吗 走 跟我去个地方 我给你带来 我给你带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谁 我找宁夏 什么宁夏 他不做字了 什么 搬走了 不好意思 我找宁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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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生 几位 一位 这边走 谢谢 一瓶威士忌 谢谢 好的 秦昊就是我男朋友 所以我们还结束关系吧 不 不不不 你再骗我 我没有在骗你 这就是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要钱什么 好 我给你 这些是你的加班费 和补助费 服务员 再来一瓶 好的 请稍等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救我 你说 你说呀 干嘛呢 他已经离开你公司了 一魂不散哪 这是我和宁夏之间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你有什么资格阻拦 你们都放手干什么呀 够了吧 赶紧给我走 其实呢 很多人都希望 被救的那个人啊 健健康康的 不需要感谢他 你怎么知道是救人 还有感谢 这些都是谁告诉你的 我其实是听那个 旅行社的人说的 您别管他 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 我会救你出来的 那我们还要做 你这都要做好 我就是做一个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丹乔 怎么一个人喝酒啊 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个错误 我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不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来这个试试 没喝这么多了 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平常看起来笑呵呵的 也一样有好多烦心事 活着难的就是为了装糊涂 你一心啊 对不起 你明明知道我爱你 为什么呢 你也不说不老 你不说不准 我最好看 你不做什么 我最好看 你不砍大 我都搅择了 你不要看 嗯 少喝点吧 别喝了 忘了找单巧了 你已经离开他公司了 你还把洪小豆的身份给了你几天 你应该有个全新的开始 别再跟我提赵单巧这个名字 你自己提的 我不好笑 你应该算算 我约约你跟赵单巧不合 八字不合 你自己算算 你跟他认识这么久 哭过多少位了 浩子 你能明白 隐瞒自己的感情 有多痛苦 多绝望吗 谁不合他 那我跟他贾恋爱的时候 我才真正能发现 我才发现我真的很爱他 我爱书冬先生 我也爱现实中的他 我以为我可以了解她的心意 但是 但是我今天真的很迷茫 就在我这么难受的时候 她居然跟我姐在探情书办 忘了她吧 回到那个我认识的小夏好吗 我也想嘛 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到 该怎么办呀 我特别惹了 真不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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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我早点睡觉 哎呀 嗯 洪小豆 不要离开我 丹桥 我是不是洪小豆 有这么重要吗 你 你 宁夏 宁夏 不要 不要离开我 我不要 妈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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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醒了 天哪 没事吧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发生什么了 才昨天的事你就忘了 你男人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这是茶 这是咖啡 我也不知道你要喝什么 选一个吧 我们的夜间 我怎么会喝的 我怎么会喝的 也不太喝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本来就不易 不必事事渴求别人的理解和认同 静静地过自己的生活 没什么好抱怨的 今天的每一步 都在为之前的每次选择而买单 喂 你好 是宁夏小姐吗 对 我是 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的江总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被录取了 真的 请你明天就来公司报道吧 行 我知道了 谢谢 赵总 按您的意思都办好了 我可以肯定宁夏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个职位 这个我肯定相信 他面试的时候成绩就很优秀 要不是宁夏的封杀令 我们早又用他了 一场误会而已 希望我们今后在业务上能合作 我很期待 期待 谢谢 慢走 电话 谁啊 你去 又干吗呀 朱元 我给我告诉你啊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再跟他搅和在一块儿了 其实啊 我也特烦的 喂 小远 嗯 说 怎么了 快过来帮帮我 李小姐 我现在忙着呢 没时间陪你们啊 孙北方 孙北方他欺负我 他现在在我家 谁 孙北方 我正找他呢 好 我马上过去 老婆 老婆 怎么了 我出去一下 你怎么又出去啊 你刚才怎么答应我的 你不是说你跟他再也不联系了吗 那个孙北方在呢 我不正找他呢吗 他上次把我二姐害成什么样啊 行吧 那你注意点安全 你放心吧 我走了 好 去吧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两天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我拿走 老婆 要不我全给你扔了 赶索的是你们 嫌疑你已经签了对吧 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归我的 给我滚 孙北方 小文啊 小文你来 你喊什么 有本人冲我喊 小情人来了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 你要是想当小情人呢 你就好好当 对吧 我俩的事你别掺嘴 你说的是原话吗 你一个大男人这么欺负一女孩 我怎么欺负她 这份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 现在这栋房子的产权 是我孙北方的 而且我跟她已经分手了 她现在搬出去不对吗 不知道 小小小小 这份协议 是定位真的骗我 天哪 她那会儿天天天天蜜蜜地回我 是会好好照顾我 让我把家战都给她管 但是太傻了 可你不还是牵了吗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你现在就立刻 马上 给我 拜拜 孙北方 你之前包二十楼上推下来 这笔账我还没你算的吧 怎么了 今天我就老账心账一起给你算 你 你们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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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北 放开 你 你又血了 你 你别打了 你别打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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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俩 谁先论多说啊 她先论多说 我正跟她讲道理 上来就给我一拳 她说的是真的吗 警察同志 您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打她呀 她把我二姐从楼上推下去 害得我二姐受伤住院 我这么打就算轻的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到的 那天宁夏是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你有证人吗 有证据吗 拿出来我告你无限 你好意思吗 你是人吗 你不但把我二姐从楼上推下去 你还霸占人家米雀的房子 你就是垃圾我告诉你 那是我跟我前女儿之间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再说了 我们有协议 现在都是法治社会 人民警察为人民啊 对吧警察 你说这话你好意思吗 你是人吗 你是人吗 谁是闷儿吗 谁是闷儿吗 你就是人渣 你会不会说话 你会不会说话 停 停 这是警察局 不是你们随随的院边 可以吵吵闹闹的地方 怎么着 还能打起来啊 现在开始 都给我好好忙碌时交代 你 先说 去 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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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在泡的门口 没必要等我一休 你可真够傻子了 你干嘛把房子给他呀 你干嘛把房子给他呀 晓远 晓远 我不能让你被关在这种地方 哪怕一个小时都不行 我一想当你被关在这儿 我心里就难受 就要把房子给他 这时候就解决了嘛 我打算北方 那是因为我二姐 跟你没关系 你把房子给他了 你不让他得逞了吗 反正就一套房子 也值不了多少钱 可是 更何况 我现在已经知道 什么对我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 晓远 别说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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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先离开这儿再算吧 咱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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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欣姐 智远昨天晚上是回家住的吗 没有啊 怎么了 她一晚上没回来 电话又打不通 我现在担心死了 你先别着急啊 她这么大个人了 肯定没事 你再等一等好不好 行 我知道了 姐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没事 有消息的第一时间告诉我 嗯 我知道了 我不是那个一宿没回家吗 我怕我老不担心 你也早点回去 我先走了 小小远 你等会儿 你把头转过来 不用不用不用 我回去自己粘就行 啊 把脸转过来 没事 我自己去 帮你去 转过来 忍了点 忍了 忍了 对不起啊 不说我不好 妄理受伤了 没事没事 那我先走了 林志远 一晚上没回家 就和这个狐狸间在一块呢 你就这样背着我在外面 和别的女人鬼混 老婆老婆 你听我姐妹 你别碰我 还有你 秘密局 我真是看走眼了 一天到晚 想尽办法勾引我家志远 什么一会儿狗丢了 一会儿狗找到了 这回又是孙北方 你干嘛总是打扰我们的生活呀 小德 你误会我们了 老婆你听我解释 你别生气 你这样对你不好 对孩子也不好啊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去吗 我就是因为那个孙北方 那个混蛋 我得替我二姐出头 替她出气啊 我狠狠地把那个孙北方揍了一顿 结果警察来了 把我们代金派出所 就因为打架 把我们关了一宿 派出所 你说脸上伤了什么 我没事老婆 我知道你关心我 但是我没事 我狠狠地把那个孙北方 教训了一顿 打他满地找牙 别生气了啊 米小姐 就算我求你了 你以后别再缠着支援了 行吗 晓得 晓远 我现在就剩你们两个朋友了 老婆 行吧 念智远 你自己看人办吧 如果以后出什么事情 别怪我没有提前提醒你们啊 晓得 晓得 老婆 老婆 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啊 放我意思我先走了 老婆 老婆 老婆你这是干什么呀老婆 老婆你误会了 我跟那米奇悦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老婆 听我解释 我跟那米奇悦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现在怀着孕子 你注意安全你得 松手 老婆你听我解释啊 我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回来再解释吧 虚拣得 老婆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婆 你去除外之 Cox 你这黄麻烦啊 我想一下 比赛班了 多大干 你这你们这就黄麻烦啊 凝香 凝香 我今天来找你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爸爸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让你再说说 这个你怎么解释 这衣服怎么在你这儿啊 我的陈姨 不管怎么样 这个衣服给我洗了 你还要隐瞒吗 这又不是什么特别的衣服 这又不是什么高级定制 都长得一样 为什么要否认 我否认什么 我记得 你当时跟我说的话我全记得 你都撞成那样你记得什么呀 你怎么知道我被撞了 我刚才可没有说 是 是我救的 那又怎么样呢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本来我救你就是不想要回报的 其实那天在公司应聘的时候 我就认出来是你了 只是我不想说 因为我不想因为你要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 我想凭我自己的实力 来证明我自己 但是 不是 这就是我们俩不解的缘分 我们早就该有一个好的开始 开始 开始什么 好 宁夏 我爱你 那又怎么样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感情吗 没有 一点都没有 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们之前是在假恋爱吗 看日出看日落这是假的吗 赵总 你别忘了自己那么贴金了 那个时候我叫你是出于本能 不是因为情感 在那种情况下连只狗都会救我 更好像是人呢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伤害我的话 瞧瞧瞧 有些事情 错过了 就是错过了 时间不可能到了 感情也没有假设 你现在不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吗 你们在香港时候 不是挺甜蜜的吗 既然 你跟我姐在一起了 你就好好对她吧 别辜负她了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你可以逃避我 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 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浩 你自己搞清楚 醒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 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好 我让你走 这只能不能够 我让你走 你来你不然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你走 怎么了 赵老公子 这里头还有病人呢 别认我 我现在烦着呢 你不是刚和聂青甜甜蜜蜜地从香港回来吗 他可是已经把你们的行踪都照告天下了 什么 你没有看到的朋友圈吗 春风沉醉的夜晚 酒不醉人人自醉 让人小露飞飞啊 他怎么可以这样 难道这不是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吗 还记得那次车祸我一直在找的 救命恩人吗 找到了 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只是我没有发觉 谁啊 宁夏 宁夏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你啊 因为他不想要我的感恩 宁夏这姑娘 人品真是没话说 这些日子以来 我明明感受到他对我的感情 为什么他要否认 他为什么要掩饰自己 说一切都是为了我的钱 他救了我去隐藏身份 为什么呢 谭强 你别胡思乱想了 感情的事情是来不得勉强的 再说了 你现在都已经决定跟宁昕在一起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们俩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宁夏好 那就放下他 不要给两个人都套上枷锁 喂 晚上回来吃饭 好的 不管他当初犯了什么错误 但他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 血浓于水 亲情是没得选择的 常回家看看 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情 我父亲的下落有眉目吗 公安的朋友 一直在很用心地寻找 你放心吧 一有消息 我就马上通知你 好 谢谢 王秘书 董事长邀请你晚上去他家晚餐 真的 你准备一下吧 你准备一下吧 沐昕 回来了 丹桥 我 你怎么会在我家 是董事长叫我来你家吃晚饭 我妈为什么会叫你来吃晚饭 我想请谁就请谁 我进来吧 请 人 c 请 遇见 一 黑 女菜 我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說吗 难道一定要有事 你才能回来吗 我说了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菜都已经上了 不吃完 谁都不许走 来 宁昕 多吃点虾啊 女孩子多吃虾好 多吃点啊 蛋白质含量高 用口盖 谢谢董事长 你怎么样 这次香港之行还愉快吧 我让宁昕去香港给你创造的机会 还不错吧 妈想通了 既然是你自己找的女朋友 那我就支持你 我以后不会在横家干涉 而且我真的不愿意 再因为你的感情生活 让我们俩的关系越来越杂糕 我希望你早点成家 也好回来帮我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刻意安排的 不然你以为呢 你觉得以宁昕的资历 他能够去香港开会吗 口口声声说不横家干涉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是应该谢谢我吗 难道这些都不是你自己要的 你不是那天在办公室告诉我 她是你的女朋友吗 那你告诉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满意啊 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好不好 我找女朋友 不必要你多事 做这么多刻意的安排 以前是为了怕企业被兼并 反对徐璐 现在宁昕她没有背景 还是为了公司利益 你过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戴上 今天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 你怎么会来我家的 你妈妈叫我来做客 我能怎么办 之前是为了弃我妈 才说你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妈肯定误会了 你就别搅和了 丹翔 你要清楚 你妈妈是我的董事长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宁昕 对不起 我没有喜欢过你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你别枉费心机了 可我对你一直以来的态度 我都是很认真的 是 我们两个兴趣不通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我更没有办法 知道你时时刻刻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可以无条件地支持你 这还不够好吗 我根本不需要你的支持 我只想要我爱的女人 赵丹桥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 从来都没有一点点喜欢我 甚至连一点感情都没有 两个人的相处 不是一点点感情就够了 既然有了错误的开始 就应该让它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委屈 我可以给你补偿 赵丹桥 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忘了香港发生的一切 你真的可以这么不负责任吗 补偿 是不是在你眼里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靠金钱来补偿 那我告诉你 我宁心不是那么低贱的人 董事长 谢谢您今天的款贷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宁心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有什么资格赶他走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啊 喜欢 怎么了 你既然喜欢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我告诉你啊 人在做天在看 我不允许你成为像你爸那样的男人 我爸怎么了 我爸怎么了 宁心 宁心 上车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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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跟我姐在一起了 你就好好对他吧 别辜负他了 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你不想知道我怎么想的吗 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你可以逃避我 可是你逃避不了你的内心 我现在喜欢的是秦昊 你自己搞清楚 嗯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不客气 宁心 好吧 我们试一试吧 什么 我妈妈 宁夏 所有的人不都盼着我和你交往吗 好 我满足你 你确定吗 怎么你不愿意 当然不是 我愿意 嗯 赵总 您看这除了这一场几点之外呢 我们在旅游局还是有些资源的 那么这些资源呢 我们公司可以一起来去用 习运作的 陈先生 策划案我已经看完了 三页纸就能讲清楚的东西 你写了这么多废话 同样 十分钟就能说清楚的事情 你说了快三十分钟 我不喜欢和这种没有效率的公司合作 是这样的 其实我 你可以 走了 赵总 您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的周向 虽然我跟你们江左是朋友 但是在商言商 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策划书 那么合作敏谈 我们公司是今年新进的特色旅行社 主打的是各种量身定制的小众旅游路线 你说一下什么叫小众 我们把小众定义为呢 是适合年轻人的 然后又是没有被过度开发的比较经典 那什么算年轻人 十八到二十五岁 还是二十到三十岁 什么叫过度开发 过度开发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连这些都回答不上来 那我只能请你出去了 赵总 您能再给我两分钟吗 对不起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赵总 赵总 你等一下 前段时间你们公司有一位 离职的员工叫做宁夏 她现在在我们公司 能不能冒昧地问一句 您是因为她的原因 所以才拒绝跟我们合作吗 总之 我们跟麦威的合作是摆在第一位的 如果您是因为她的原因的话 我们会让她离开的 我没有拒绝跟你们合作 让宁夏来谈吧 真的吗 那太好了 那我们就让宁夏来接这个案子 她之前在你们公司工作 工作起来应该会很顺利 那就下周让宁夏来我们公司谈这个案子吧 谢谢 谢谢 林夏 到办公室来的 江总 这外面游客都等着呢 要不回来再说吧 不用带团了 江总 我今天就迟到了一分钟 而且是帮楼下小王拿快递 所以我就 我 以后啊 想迟到就迟到 保证没人管你了 江总 我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找借口的 你扣我钱吧 扣多少都行 我求你别开除我了 我这好不会找到一份工作的 没人说要开除你 我这说以后不用太团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们的业务组长了 什么 我们要和麦伟合作 江总 我还是当导游吧 第一呢 我喜欢当导游 第二是万一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给公司带来麻烦吗 你要是不做 那才是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不是 江总 那个咱们公司 那么多优秀的同事 都比我合适 江总 不瞒您说 其实我刚刚从麦伟出来 我就再踏进去 感觉自己跟无间道似的 这样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些我都知道 赵丹桥很器重你 所以他们是点名 要你来做这个组长 咱们工作刚成立 规模小 麦伟被和兰桥国际这个打数 但是跟他合作 对我们太好了 咱们公司的效益今天特别差 你看同事们 那么努力地工作 你就整形看着他们 因为公司倒闭而失业吗 这样说吧 今年大家伙的业绩怎么样了 那就看这些蛋了 好 喝杯热牛奶 早点休息吧 这组织织织织织织 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怎么还做啊 是做完了 但是我一想到明天要去麦伟 我心里就忐忑不安了 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就跟你们老板说一声 哪那么容易啊 想不去又不去 要是我能选的话 早就跟老板说弄了 你不是因为要去麦威而紧张 是非去麦威 会见到赵丹桥对吗 真希望明天不要见到他 这不是我认识的小夏 而且你和赵丹桥之间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你应该更坦荡地面对他 再说了 他现在跟你姐姐交往 对吗 你连你姐都不见了吗 我觉得这活儿 这个时候来挺是时候的 不光是你们两家公司 之间的对接 更是你和赵丹桥 你们俩的一个转折 勇敢地面对他 告诉他 你已经彻底走出来了 把牛奶喝了 早点休息吧 大家好 我是看世界旅行社和麦威的对接业务组长 相信大家对我并不陌生 因为我曾经在这工作过 所以我更加了解麦威的理念跟诉求 这样对于我们的合作会更有帮助 那下面呢我就来阐述一下我们的合作方案 我知道麦威是做私人旅行定制出身的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和一般旅行社也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的旅行社呢做的是专属于客户自己的旅游体验 这跟麦威的 我 宁夏 你们旅行社去年一共接了多少单 赵总 其实一年接多少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回答我的问题 你一个业务组长 不会连这个问题都回答不了吧 你已经在这里说了五分钟了 赵总 其实我们公司去年接的单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们还处在开枪拓土的阶段 但是 我们公司去年的盈利额在同行业的当中 同比增长率是排第三的 你可以看出 其实我们公司的盈利模式是非常有潜力的 林夏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 你真的很让我失望 我怎么让你失望了呀 你以后不要跟别人说你在麦威干过 在麦威学的那些东西你都还给我了吗 刚才提案的时候什么样子 我是能把你吃了吗 你以后 你以后 你以后再也不会打开它了 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这些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 打一扇门对我关闭时 既不绝望地徘徊不前 也不会拼命地敲门 想起那扇门的时候我告诉自己 那其实是一堵墙 我现在已经和宁心交往了 你满意了吧 舒冬先生 你好 你知道什么 是最惨烈的狭路相逢吗 不是一直对立的仇人 而是曾经相爱相知的人 我们最了解对方的软肋 和精心伪装 因此轻心一统 就能让一个人遍体鳞伤 和 AJ 来也不来 你没事吧 你但我说定了 观看这不尽的链 我说想起来 我没有说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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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然后走 你不想起来 我就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丹桥回家跟我说 他和你的关系已经确定了 并且希望 以最快的速度和你结婚 董事长 那您是同意我和丹桥结婚吗 无论找谁 他都已经到了该成家年业的年纪 至于我同意你和丹桥交往的理由 我之前已经跟你说过 我们兰桥国际 在国内也算是酒店业的俏诚 有多少竞争对手都伸长了脖子 寄予我刘兰芝打下的这份产业 有打我儿子主意 希望联姻的 也有想给我介绍男朋友的